大家好,我是三嫂 我们炸好的油放在家里面沉淀已经好几个晚上了 现在可以装瓶了 朋友们,购买的我现在就装瓶 过几天就进行给大家寄 穿上我的这个衣服 就像是这样的哦 有点儿烧的 我们下来再装瓶 好 小事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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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装了这么多 家里面不够瓶子了 装大瓶子这里一个都没有了 我要拿进层 到县里面去再装瓶吧 这个大瓶子还不够 买这个大 今天就这一次买这个大瓶的朋友比较多 我们这个茶油呢 是那种小纸茶油 然后没有任何加工过 没有任何加工过 然后放在这个瓶子里面时间久了 底下呢会有点点沉淀物 不影响使用啊 还有一个就是很多朋友 就是最 问的最多就是 问我这个油怎么看起来是黑的 我跟你们说 光线不同 然后拍的角度不一样 看起来颜色都不一样 其实 茶油它是金黄色的 金黄色的 所以如果装了多一两瓶 或者重叠起来 看起来就很深很深 拿起来 其实是黄色的 太冷了 下午再过来包一些 你上来干嘛 我好啊 好了 头不痛了 不痛啊 温度降了 温度降了36度 2 恭喜你 恭喜你出月子成功 昨天温度就降了 那你怎么才几天就好了 昨天就头痛 可能前几天你说 头痛啊喉咙不舒服 可能那个时候就开始有点点了 嗯 那你那你那你是不是算所谓轻症的 不知道 哪里几天了 五天了 五天 还有前面 前面还有两天 七天了 恭喜你出月子 人家说不能洗头 不能 洗脑 头发 痒得要死 那你在那个角度里是吧 那个头皮线 都可以按按到筋来计划的 嘿嘿嘿 没事没事你不出门 没人看到你 还要消毒 那就进来消毒消毒 把这衣服什么什么丢一边去 全部消毒消毒消毒 小胎人今天也 温度也降了很多 昨天晚上最高的时候有39度多 现在只有37度多一点点了 精神还是挺好的 可能小孩子要跑得快一些 我觉得 不像三哥那么难受 远远 他昨天睡得发烧 那么他睡得很好 远远 看着我的 臂属买 是吧